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那1959年出生于宜兰的这个豹正芳 16岁时就被日本星探发掘而出道 1976年到1979年 豹正芳在日本每年出一张单曲 一共发行了四张日语单曲 那1970年代台湾有非常多的女歌手 前往日本发展 最有名也最成功的当然就是欧阳飞飞跟邓丽君 其他都日本发展的 而且有出过个人单曲的歌手 这包括有李金玲 肖立朱 费真玲 方怡真 秀兰 白冰冰 蔡咪咪 尤雅 蓝玉丽 这个苏睿 刘兰熙 唐纳 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暴政方 那在日本歌坛奋斗了四年 始终没有太大突破的暴政方 他们决定在1980年就回到了台湾 被歌林唱片公司牵了下来 跟沈宴 跟江林 当时被媒体封为歌林的三大玉女十足 但是沈宴 爆红之后 因为跟经纪人的不伦列 就放下一切 远走美国 那江林在爆红之后 也选择了婚姻 就定居在高雄 完全退出演艺圈 那他专心在照顾两个孩子 反而是演艺事业 比较坎坷的豹正方 他坚持在这一行 一路奋斗到了今天 那歌林唱片在1980年 为豹正方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 《天良好个秋》 这个是电影《天良好个秋》的主题曲 是由明导演李行 创立了大众电影公司制作发行 李行亲自担任出品人 那这个陈坤厚担任导演 侯孝贤担任副导演跟编剧 那这个电影 因为都在淡水河畔 还有台中的松鹤部落在取集 并且不另以这个镜头 去关爱周边的人事物 创造很多这种直播写实的氛围 那这个整体的风格清晰 与1970年代最流行的那种 三天电影完全不同 可以看得出来 具备了这个日后台湾新电影的特质 那两年之后 陈坤厚便跟侯孝贤 还有许淑珍张华坤等人 合组了这个万年青电影公司 台湾电影也开始 就是所谓的新电影运动 也就从此开始了 那至于这一张 哎呀留下来 是戈林唱片公司 在1981年 为豹正邦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 虽然销路不及第一张天良好不求 不过应该也算是差强人意 所以在1983年 戈林唱片公司 又为豹正邦发行的第三张国语专辑 爱是什么 那除了唱歌之外 豹正邦他其实也拍过很多连续剧跟电影 甚至还有很多电视广告 不过豹正邦在新闻版面里面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反而不是在影剧版 大多是在社会版 豹正邦在最红的时候 就是结婚习 也很少对外提及 自己的第一段豪门婚姻 那根据新闻的报道 就是皇冠文化创办人 平心涛的儿 那个长女平宜 是豹正邦第一段婚姻里面的走理 但是外人看来 这段婚姻虽然风光 豹正邦却因为不堪前夫投资的财务黑洞 这段豪门婚姻只维持了五年 就忍痛提出离婚 那在当时这个社会 分为保守的年代 豹正邦主动离婚的这种做法 就让婆家始终无法谅解 所以离婚之后豹正邦将女儿交给前夫 但是前夫却处处阻挡他探望小孩 从此他就跟女儿失联 2017年豹正邦在中市 这个冰冰秀的节目中 就谈到自己第一段婚姻破例 那豹正邦说自己最大的遗憾 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跟女儿见面了 当时女儿已经35岁了 最后一次见她是17岁 也就是接下来这18年 一通电话都没有 但是他还是很想跟女儿就是联络 那至于豹正邦的第二段婚姻 在社会版的这个新闻版面就更大 2008年4月20号 所有媒体都有报导 演员张正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指说他自己很想见儿子 但是他的前妻豹正邦却拒绝 并且强调自己心里头挂念 都是这个宝贝儿子 但是很讽刺的就是 在上个星期四 也就是4月17号 张正环接受媒体采访的同一天 他的前妻豹正邦 匆匆的替他的儿子张宇 向学校请假 母子两个逃到朋友家去暂时躲避 豹正邦一再强调 他并没有不让儿子跟爸爸见面 只是因为这个张正环的情绪 非常不稳定 就连儿子张宇都惊恐万分 母子两个抱头痛苦 只能连夜逃出家门 那根据媒体的报道 鲍正邦离婚之后 对婚姻很恐惧 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候 就认识了同剧的演员张正环 两个人交往了9年 才决定再婚 没想到又是一场噩梦 鲍正邦说 张正环因为他喜欢喝酒 喝醉之后就会拳脚相向 那有一次在大马路上一路追打他 儿子张宇牵着他的手 拉他去警察局报案 那张正环也跟到警察局里面 当着五个警察的面 一个飞踢就把他儿子踹倒在地 那儿子眼睁睁地看着爸爸 上前对妈妈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最后还把手中的这个酒瓶 砸到妈妈的头上 也因为这个当场在警察局的公然施暴 让鲍正邦后来在离婚诉讼当中 获得了儿子的监护权 但是离婚的噩梦并没有停止 鲍正邦说张正环还是三不时就来家里 让他跟儿子都很害怕 甚至这个大楼管理员 附近的咖啡厅员工都有耳闻 那这个鲍正邦为了养孩子 也为了躲避前夫 所以带着儿子就到北京的 这个飞腾片厂餐厅去打工 张宇也跟着就在北京上小学 那张正环曾经以这个电视剧 这个小李飞刀跟挑夫走红 因为鲍正邦从小他就胆子又小 跟张正环结婚之后 在家都说话都不敢太大声 什么都听他的 那有媒体就募集 鲍正邦当年抱着幼小的儿子 躲在家中的一角 因为张正环一怒又讲话又冲 那从那一刻起 很多人就不看好这段婚姻 那最严重的一次 张正环曾经拿菜刀追砍鲍鲍正邦 那这一幕让这个鲍正邦 就是彻底心寒 再也不想让自己 也不想让儿子活在家暴的阴影中 最后就选择了跟张正环签字离婚 这几年来 就是张正环他因为肇育症产生 屡次因为这个酒后闹事 而登上了这个社会新闻 那抱正邦则是希望就是讲说 双方都能够放过彼此 那有过两段婚姻的他 更吐露说今生他绝对不会再婚 外形甜美的这个玉女十足 抱正邦 虽然是宏吉一时 但是他的情路却很坎坷 他多次经历这个前夫张正环的家暴 因而闹上了这个媒体新闻版面 如今抱正邦他为了讨生活 就放下身段到南投县竹山的 这个旅游景点去驻唱 但是还是受到当年很多歌迷的欢迎 那我们也祝福他早日能够浴火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